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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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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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版面是江苏版 第三个版面是浙江版 第四个版面是安徽版 江苏版的话是请我牵头 然后我请复旦大学老师和 这个教授和南英大学教授 这个一起搞的一个江苏版 那么江苏版的主题 在跟我联系的时候 我记得跟我联系的时候说 切入一个什么主题比较好 那么我说正好我个人 去年有一段时候在研究 江南的市政文化 那么跟他谈了以后 他觉得这个角度很好 那么所以去年九月份 九二日报的这个版面 就是用的是江南市政风亚 然后他们说找一个压题照片 就找了这张照片 这次博物馆的这个 朱老师说因为要抽海报 所以需要一个压题照片 我说还是拿这张照片 这个是比较能够体现江南市政 江南市政的风光 大体上能从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 好 合成是江南这个 江南的讲座 我们已经进行了这么多了 所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 事实有些多余 所以我就几句话就把它说掉了 我们看到这条线 我们看到这条线 这条线实际上就是长江 这是长江 理论上讲 长江以南都叫江南 这是一个大江南概念 后面的先生做讲座 可能也会讲这句话 这句话是我们研究江南的学者 所反复重复的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说 我们如果以大江南概念来说的话 这个长江以南 全部都可以叫江南 从先秦开始 这是一个史记当中经常用到的概念 你比如说 这个地方呢 你说云南 宁南 再往这边 湘南 再往这边 这个湘南 这边 到了安徽段 这儿就是 我是上个星期刚刚过去 这儿这片 我们把它叫做晚南 中国历史上的晚南世界 这就是晚南 然后再往这边 那就到了我们这块 这块呢 就是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 那我们苏州和上海 实际上我们都在 就在这个地图上 就住一点的地方 就住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 但是 这个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条线 我们讲的这一片 长江以南都是大江南概念 那么中江南概念是什么呢 那么中江南概念实际上也就是 这个所谓的苏泽 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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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这个 两支地区的话 一个是浙东 一个浙西 浙东浙西 这个 浙西和浙东呢 可能对我们在座的 有些比较熟悉 有些不太熟悉 先从东西方向来说 反而浙东 是在浙江的西边 比如说 是现在的绍兴 宁波 金华 那一片 反而叫 浙东 而浙西呢 恰恰是 浙江的 东边的 唐家湖 叫浙西 那么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 讨论 那个 两支文化 所以关于 为什么 这个 浙江的 这个 东西是这样的 它是以前当一样的 左右来分的 理论上 这一句话 你们先去 简单的先记住 这一句话 那就 以后 真正有 讲两支问题 的一些先生来的时候 再跟他们 再探讨 为什么 浙江的 东西 恰恰是 是和我们的 一个地理的方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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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的 好 呃 中间来看 大体上是 两者地区 和 这个 和 呃 我们 这个 松阳府 苏东府 长州府 正江府 这个 以及 太长州 那么 这就是 所谓的 中江南 概念 那这个 中江南的一个 我们 刚才我说的 这个概念的话 目前 学术界 是用的 还是比较多的 我个人 我个人 这么多年 研究江南的时候 我很长时间 不认可 浙东地区 我只觉得 从 绍兴 再往 呃 个人还兼的 中国唐乐 去学会 复位的 那个 呃 资东地区 有个唐室之路 呃 几次去考察了 以后了 后来我 呃 最近在我的 一些学术表述当中 基本上 改过来了 呃 认可了 作为资东地区 因为 这个 把资东 排除出去 因为像 宁波 呃 你说 不是江南 那宁波 要要跳 跳 要要 要 真气的 这个 呃 他们 按照 全主要的概念 还有一个 资中地区 还有 还有一个 资中的概念 资中的话 实际上就是 绍兴的一圈 绍兴的一圈的话 这个是属于 资中 那么 呃 这个比较复杂了 这个比较复杂了 所以现在干脆 两这地区 作为江南 也还是可以成立的 在 这像师范大学 在京华 他们成立了一个 这个江南网研究中心 他们也跟说 做老婆 你不能老坚持你的那个观点 说是这个 一定是坚持 这个太湖周边才是江南的核心区 那我们这个 进华地区的话 就成为江南之外了 那我们这个牌子挂不起来了 所以 没问题 没问题 都可以 都可以捅过来 呃 基本上 进华还是具有江南的特点 这个 您过得更不要说了 呃 呃 我是用的 在近二十年的学术表述当中 后面讲的 李不仲先生 来 他是提的是八湖宇宙 因为我个人呢 是用的七湖宇宙的概念 想象的 所谓的七湖宇宙 那就是这个 松江湖 苏州湖 长州湖 这个 镇江湖 是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四个湖 这是苏南一县 然后横江湖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叉叉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看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点 这有一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 环太湖地区 环太湖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理念 目前这几年的学际的研究的话 也逐渐的在使用环太湖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 好 这大体上就是 我讲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江南问题 这顺便说一下 包括 去年解放二报的记者 最后一定要叫 让我回答一个问题 那就说 南京 是不是江南 那么 那么还进步的 比较 那个 要更具体的 说 扬州是不是江南 扬州是不是江南 那么 这个 因为我自己在江苏 我如果说 南京不是江南 南京人会把我要杀掉的 那你下次 我下次看到 说 你的江南概念 怎么这么特殊 我们明明在江南 你说我不是江南 那么 在这个问题上呢 也没办法 有时候还是要调整一下 我是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这篇 《江南风雅》这篇 这个解放的报道 现在还在网上能查到 那我当然说 从地理上来说 南京那一定是江南 因为它确实精灵就在江南 你那个 那至于说 那个大厂区 那个 他们和那个 铺口那边再开发 那是另外一个 但是 这个南京的主体 是传统的 是在江南 中山就在江南 这是 这是没有 这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说 从地理上来说 南京是江南 但是从文化上来说 确实南京的话 可能接受北方文化 或者是可能更多一些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讲一个文化区域的时候 还是要讲跟语言是有关系的 跟方言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刚才讲的环泰武地区 我们注意一下 它都是一个无语区 包括 包括 今天的上海 我们刚才说的两则 两则实际上还是无语区 还是无语区 所以说 凌孤 包含在江南的概念里面 应该是没有什么 在理论上 在学体上 没什么问题的 而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 镇江地区 镇江地区 有一些已经是下江化了 就是从方言来说 语言是不太一样的 而 这个南京的话 基本上是 那是这个普通话的 这个 基本上是北方 北方语言是不坏的 那跟 是和无语是不搭的 那根本不是无语 所以从语言上来说 从这个文化上来说 其实南京是有一些 这个 跟江南是有些区别的 但是我 当然要承认 那是地理上 它是在江南 另外扬州问题 扬州问题的话 前面上将来 就是到扬州 那么扬州的话 这个研究 在座的可能 跟戏曲研究界 不太 连续 研究戏曲的学者 因为 这个 一研究戏曲 扬州的 冒家 是一定要 那个 如东的冒家 是一定要 是一定要写进去的 扬州也 是戏曲家 如果把扬州 不写进去 不进入江南的话 那这个 江南的戏曲问题 就很难 说的 这个 就是个案 就减少了不少 所以说 西方学者很有意思 有一本 那个江南帝国 晚清的 这个江南帝国 这部书 这部书的最后一张 共计成五张 最后一张 就是扬州 那么江南城市 它就明确 就把扬州 列为江南城市 那么扬州最后 我也就 很调和性的 事实话 也是有一点点 就是 这个 大家过得去 就是 我说 从文化上来说 乃丁从地理上来说 这个是 属于江南 而扬州 从文化上来说 很提醒于江南 这个 这个设法 很好 后来 大家都满意 大家都满意 那么 南宁的同志 南宁的学者 也说不出什么 那么 扬州的 那个 我已经把它们 从地理上 滑出去了 地理上 必须要滑出去了 就在江北 你说他是江南 这个 这个你不能 征这眼 这个 这么胡说了 但是呢 就是说 文化这个东西 它确实是 这个 和 它和镇江文化的联系 非常紧密 而镇江的 和江南这条线 也是一个 是一个一体化的 所以说 而且 这些杨州和苏州和 这个江 整个长州府的关系 也非常紧密 后面还会讲到 好 这个就是过去了 和主持江南 那么 我们研究明清史诺的江南 这个 就是文人最多的地方 也是文学 文人交流 文化创造 最繁荣的地方 那么 我们会考虑一个问题 那就是 明清江南文人 规模有多大 呃 明清江南文人 是怎样的结构 还有 他们是如何聚集的 那么 他们生活的空间 到底在哪里 到底在哪里 今天我来的稍微早一点 这个 朱老师很 很辛苦 陪我在 这个 几个馆 站了一下 进 书画馆 我满眼看到的 都是江南文人的作品 你们进去看看 这个非江南文人 你要挑出几个 很难很难 当然 有 这个有一些是 羊猪八怪这些 是属于 对 但是羊猪八怪 金龙是 金龙是好多人啊 羊猪八怪 打头的 还是 还是将来人 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 一个 书画 书画艺术厅 就是将来的天下 就是将来的天下 所以将来文化 是在 自古以来 特别是明清时期 达到了 何种繁荣的状态 其实 我们在这个博物馆 是可以找到最好的例证 是可以找到最好的例证 从这四个问题出发 就必须要谈到 我今天讲的三个问题 一个是明清将来市政的兴趣空间分布 第二个是将来人外来人 明清将来市政文人的流动和规矩 讲他们的具体状态 第三是明清将来市政的环境和生态 好 先讲第一个问题 这个明清将来 明清将来市政的兴趣和空间分布问题的话 这不仅仅是我们所关注的 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这部书大分流是作者彭洛兰 芝加州学派的历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学者 在这部书当中讨论的一个 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1800年前后 江南也就是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从江湖苏州府等等 这片土地的江南地区和欧洲的英格兰地区 处于同样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状况 在经济上 所以最高水平的状况 它有充分的历正 它有充分的 那些数据非常的缺种 非常缺种 这本书是 这个 这当中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思考的 就是1800年前后 江南创造了那么多的经济财富 这创造的一个层级 就是创造基地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汇 有平台这个词汇 平台设在哪 是在苏州府的 这个 现在我住的那个苏州府 就是平江府的那个三十公里的地方吗 或者是 这个长州府的那个 现在长州府城这样一个地方吗 或者镇江府的老府城这个地方吗 或者嘉兴 嘉兴府的这个秀水 嘉兴府的府城 不是 其实主要创造 是在 是这 是在是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现象 日本学的研究 江南三角 三角市政研究 这本书 我们在做的可能 是 这本书出来好几年了 是 这本书是新出的 这本书 当然写作 是新翻译过来的 写作也比较 比较 比较早啊 他的主要研究 是我们上海的 朱角镇 朱角镇 朱角镇的方方面面 都研究的非常的彻底 也就可见的 西方学者在研究过去的江南 和近代江南的时候 非常重视的是 施政问题 是施政问题 好 我们继续看 这个 这样的研究 实际上 在我们国内学的 也有很充分的 一些 这个 很深入的研究成果 不久要来演讲的 李不仲先生 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研究的一些成果 是值得我们学界重视的 富大大学 凡舒志先生的 明清 江南市政的早期工业化 和江南市政参与变革 都是很好的助作 我们讲市政 我们讲市政 什么叫市 什么叫政 什么叫市 什么叫政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 古人的解释 是这样的 就是 商古聚集之处 经称为市政 那么是把市政和商业相联系 那么人烟重体之处 位置市政 那么也就是说 只要有很多人聚集的地方 那么它就叫市政了 但这种问题还没有解决 那么大城市也是人烟聚集的地方 那乡镇也是人烟聚集的地方 我们再看 有没有其他解释 好 下面说 这是 很有钱大清 说 东南 那这是 今天他 说起来就是 老上海人 东南之俗 成乡之大者 越正 乡之大 其次越是 小者越春 越行 那么 这个无限字里面说 名人顿居之所谓 所谓之春 有商骨贸易为之事 然后 这个 我们祝福这些说法 大体上可以了解 大家可以了解 市政一定是在 现一届 这个行政 驻扎地之下的 一个 一个层级 那么我们 我们大体上看 我们说 中央五苏州府 我们说 祁福的时候 福字下 应该是县 县字下 应该是 就是 那个 市政了 市政和 村之间 这个 乡村 乡村 和 乡镇 乡镇 这两个词汇 之间的一个 还有一些差别 还有一些差别 那就是很 稀微的差别 这个我们不去 更具体的探讨 我们大体上知道 市政是 县之下的 一个 一个 行政层级 也是以 商业为 这个 为标志的 因为没有贸易 就没有市 市 是和贸易 相关联的 一个概念 明代中期 到 清代中期 是江南市政发展 性生 性生 期 这个 加进 到万里年间 市政发展 行政 第一个高峰 大约有 三百个 而到了 清代玄农 时期 这个 行政 第二个高峰 到了五百多个 增加了 增加是 非常明显 而且 尤其 苏州 正中江 杭州 嘉庆 几个府 增加最为 影显 这个 常熟在 明早期的时候 只有十四个市政 到了 嘉靖 就明代中期的时候 增加到二十二五个 吴江 也很典型 吴江 吴江现在 过去是 苏州市 下面的一个县 现在是 以及华为 苏州市 下面的 下面一个区了 化到苏州市 市区来了 那么 吴江呢 是这个 在 红字年间 只有二十四 市政 到了嘉靖年间 就十四市政了 那么 明显的时候 增加到多少 增加到 这个 十四市政 增加也是很大 中江湖 在我们上海呢 上海 从中年间 达到了六 这个 呃 达到了六十五个 呃 在镇头和嘉靖年间 只有四十四个 到了从中年间 达到六十五个 新增加了二十一个 呃 这就是一直是很烦又 呃 这个 松央 kr 这个中央 kr 中央 kr 其实在 比较早的时候 曾经 这个 这一块 曾经是属于 松州 那么 呃 呃 所以 大家不要 不 不开心 韩企ï 有一段时候 属于嘉杏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 嘉杏 盡量要向上海 靠落 从历史上来说 真有缘缘 真有缘缘 这个 加拿来名证很多 这个地方我立了很多的 名证的一些名差 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去一的 再去读了 有些大家是 应该是很熟悉的 有些可能 对我们专业的比较熟悉 对各位来说 未必很熟 有些甚至是采用 丝绸之乡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 同理是 有推寺员在这 这个大家也很熟 如虚就是 丰湖边上 就靠着上海 马上在这 浙江上海和江苏 要在丰湖边 他要建立 那个 这个 一四二省 建设他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 国家级的园区 就在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 其他地方 应该说 我所列的 其实都是 比较有名的 是这个名称 那像南巡 这个 大家也应该 比较熟悉的 南巡的话 所怀人间 小者数千家 大者万家 这个 既其所居 当一不下 中州郡县之饶者 也就是说 江南那个地方 像南巡 这样的市政 还是很多的 明清时候 江南市政的规模 达到了是什么 放到本方 就是一个郡县了 一个市政 一个市政 它在规模人口 包括人口 或者用我们 甚至今天的一个概念 说GDP 就是他们的 这个生产的产出 其实可以达到 一个县 甚至更大的 一个 一个经济实质的 一个产量 这是 这是 这张照片 周嘉角的照片 大家很熟悉 这个是 郑哲正的 图景 这个 江南市政 江南的特点 很明显 那当然 前面已经有 老师讲过 那就是和水市有关的 所有的 郑的名称 都 往往都和水市 有 这个 关联的 我这里用了一个词汇 叫以形复明 这叫普得很多 折的很多 进很多 放很多 喝很多 读 这个 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大上海人 这个上海最早的时候 那个名称 真的很不雅 叫复复 就出了复复 那时候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 是用的水平当中的优势一个很小很小的水平来说明这个上海 这个那个社会其实也是从市政发展起来 就叫复复 呃 叫外交港的西桥楼档行围堂烟 这些都和水有关 你说土字盘跟水有关吗 土字盘跟水似乎没关 但是唯就是把房子水灾 那个呃 有那个要要要要要要要作为这个呃 房房房房房子水灾 所以才有这个文字 唐的意义那当然在这更加清楚了 甚至这个有时候两个字跟水都有关系 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老家是常俗的 这个常俗很靠近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枝堂的地方 我们想来堂 当然我们就知道 那当然和水有关的 枝有没有关系呢 枝全身也有关系 因为枝就是这个白毛河灌这个灌穿这个地方 它是白毛河的一个呃 相当于是一个分叉 是一个分支 所以它这个支的由来就是从这儿来的 所以叫枝堂 叫枝堂镇 到现在为止 这个还有这样一个枝堂镇 呃 我们从地名学上 我们就能够看出 将来市镇 其实都是以水而建 因为水可以养育 它是人类最不能缺少的 最不能缺少的 呃反而山岗丘 这些相对的就比较少了 就比较少了 呃明圈当然也也有 在地名上也有 但是相对来说就少得多 啊呃这个就是枝堂镇的一个图景 枝堂镇的特别 那么下面的问题来了 将来市镇跟中心城市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我是在这儿立了一个图 这幅图很有名 是苏州画家在乾隆十六年画的一个公苏繁华图 那这幅图这个是呃要有一米二长的一幅巨型呃这个图卷的呃展示出十八世纪中叶苏州的繁荣 但是在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写公苏字繁华 其实画面上有五分之二的地方 不是画的苏州城市 而是画的雾独镇这个地方 它是从雾独镇一路画过来 从雾独镇一路画过来 这个 然后 雾独镇向东过恒山 过石湖 上方山 然后到宋州城 整个的原来是 是三分之一在画面当中 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石湖的湖光山色都算进去的话 那么要有 我这儿说 在画面当中差不多要超过五分之二的 那就说明 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明 是 这个 呃 所谓城市的繁华 是和市政的繁华 是和市政的发达 是紧相连的 没有市政的发达 就没有成 这个 江南城市的形成力 好 呃 刚才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能跟我们的身份都有关系 至少说跟我个人的身份是有关系的 那就是 江南人的组成实际上是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本籍江南人 一部分是外来人 外来人 大家可能觉得你罗老师是研究江南 呃 还是所谓的这个 江苏省文化研究基地的首席专家 那我们有一个 我们这个省里面非常重要的 研究江南的一个文化基地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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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申请 已经 呃 十多年 呃 一二十年了 我们建议了 我们研究江南 那么 呃 理论上说你应该是江南人 其实恰恰真是 真不是 只不过我到江南 时间 呃 用这个古代的词汇叫粘集了 这个本籍 那就是原来的这个粘和粘 粘谱 粘谱是一个词汇 呃 我们说粘集就是 你想哪个地方好 我就到哪儿去 或者 我们还有一个词汇叫铺居 铺居就是我 我认为这个地方风水好 那我就居住在这个地方 那么 这个 这一部分外来 呃 我算是 这个 多少年 呃 要试试 这个 这个 今天 昨天是高考 刚刚结束 对我们每一个七七七八级的人来说 呃 前两天都是大家一个 回忆的一些 呃 一些 呃 这个微信 在微信群里面发了 发了不停 往往都是 题目都是 呃 没有当年的高考 呃 就没有我们今天之类的题目 呃 这种题目我也写过 呃 所以今年我不发了 呃 连连说 说得自己都累了 呃 这个 呃 确实是 呃 呃 七七七八年的高考 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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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 呃 我是从 这个 呃 苏本的自清点 直接考到 这个 考到 这个 考到苏州 然后 呃 呃 其实 呃 后面的 有多少次机会 可以和大家在一起 到上海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节 都 都 总觉得 太乎有一种 让我 舍念不了的一种 江南情节 这个 我最早 呃 跟 这个 稍微扯 扯远的说一点 这个 我最早住的地方是 就住在我们学校里面 后来 我觉得 苏州学校里面的话 没有 没有江南未懂 那个 大群里面 老师 没有一个人讲苏州话的 都是 呃 都是 呃 都是这样子文化 那 呃 孩子的 连苏州话都不会讲的 那 后来就搬到校外去了 但是 在 呃 校外的话 原来就在 我们 附属医院边上 呃 再后来又住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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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后来又住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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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我觉得 这个 跟 我 跟 我想象的将来 还是有差别的 还是有差别的 这个 搬了三 四次以后 最后 呃 我在上个月 呃 决定了我 也许是我生命当中最后一次搬家 没有那么多折腾捏也买不起 哈哈哈 说什么 买不起 这个 我现在关于一边的地方 就是 呃 前 前面看见太后 后面就是 刚才说的实 就是实 那 是真正的 我心里面的那种江南情节 每天 可以在现场感受痛 哈哈哈 这个 呃 所以我记得 江南实际上是本地江南人和外来人一起创造的江南文化和江南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是两者共同创造的 上海实际上同样也是这样 今年苏州市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本地的人口 我们到今天已经算是老苏州人 新苏州人的比例非常大 苏州1600万的人当中外来人很多 而且还有一些 还有这1600万还是光含了新苏州人的以及有户籍的 那些没有户籍的还相当相当的多 但是他们同样的 今天或者明天 今天已经可以成为他们在这创造财富 他们的精神如果说融入了当地的话 他们也可以成为江南人 他们也可以成为江南人 至少说他们的经历当中有一段江南的经历了 这种情况在古代就很多 好我们看 这个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的 江南文化是两部分人所创造的 那么其中不拘或觊觎江南的一些文人群体 他们也实际上在这和本地的江南文人 形成了一种交流和精神的磨当 这种交流的磨当 使得江南文化内涵丰富 文化活跃 而使得特别是造就了诗证文化文学的繁荣 那么将来市政的文人有多少 这个数字非常难统计 但是我想我作为一个研究者 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统计的一个数量出来 所以根据古代文献 根据古代文献 这个地方是清人说 说梅女镇 梅女镇是嘉兴下面的一个镇 说是加古尔氏 近代 其三数女 那么这个有万家之多了 包括龙者 胡者 公者 佣者 世就是文人 世就是文人 那么文人和龙工商 这些 这个还有雇用劳动者 这些人的比例是什么呢 是百分之一的比例 好 有了 就是古人的直接的材料 这个材料我们来推算 如果是百分之一的比例的话 那如果这个万人之村落 万人之施政 那就是应该有上百个文人 如果是小的 有的村落很小 只有百把 那么这个当中就可能有一两个文人 大体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大体上就是 就是说大的市政 会有上百个文人 如果是更多的 刚才我们讲解说 有的是有两三万人的市政 那么他就可能有两三百个文人 这种情况 呃 是在明清时候的江南市政是 呃 我们是余见不显的 余见不显的 嗯 好 这个我们可以看出 江南文人在市政是 非常非常的 这个聚集度很高 聚集度很高 嗯 嗯 嗯 这个 他们的活动啊 江南文人 其实在市政的活动 我们在今天的文献当中 是能看到很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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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风四翠是现在看到的 市政的 是个总结 真风这个名字 大家很陌生 但是我说他现在通用名的时候 大家就会很熟悉 就是周庄 就是紧靠着我们边上的 大家经常理会的周庄 周庄在清代的时候 是一个文人聚集度非常高的地方 那么这段材料说 呃 当时呃 文社有多少文人是怎样的一起 经常在一起唱歌 经常在一起唱歌 实际上 市政 恰恰就是一个文人的社团 成立之处 社团成立之处 同时 是文人呃 呃 唱歌 呃 这个 进行一些 这个文有智慧的 一个 呃 守战 进行文有智慧的守战 呃 呃 这些市政 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说 很多的文化家族 恰恰 不是在最大的中心城市 今天上午 这个呃 呃 徐默明教授来讲的 在座的也有 呃 呃 肯定也有参加的 呃 呃 讲到的 这个 呃 苏州潘家 那潘家 就在苏州城里 这种情况 会有 而且 也是一种 现象 这种现象 当然是明清时候造就了 明清文化的繁荣 那么 嗯 实际上 如果是按照 潘家 本身这个 呃 他们的原集 和后来的 詹集来说的话 呃 还是我们刚才的一个题目 就是 呃 外来人 和本籍人的问题 因为 本身 呃 贵潘也好 呃 这个 复潘也好 其实都是从安徽过来的 都是 本身都是从安徽过来的 那么 我现在讲的问题是 这个 这个 苏州市镇 常常也有一些 这个 这个 民徒 呃 世家 大户 丰福 我们刚才提到的 某虚镇 丰福 这个 现在我们 是不是清土过去就是了 这个 丰福的话 这一部是纽压子 很有名 纽压子编的 丰福诗超 我们看 这个 大家可能不太看得清楚 是这个 纽姓 然后这是 这个 呃 呃 然后陈姓 呃 张姓 等等 每一个姓氏 我后面有一个统计 在编的时候 按照 如旭 正明清两代的 诗人作品 一共是423人 作品有2590多首 那么这个当中的话 业姓最多 业姓最多 52个人370首 也就是说 明清时代 这一家 就有52个诗人 留下了300多首 诗歌 其实还是选进去的 真正创作的 数量就是更大更大 那么其次是陈姓 有34人 陆姓有27人 元姓有25人 沈姓有22人 这是入选的 那么 呃 这个 纽耀子自己的 纽姓 也是 也上明家大族 有18个人 呃 1409首诗歌 我们注意 孙凯这一首诗歌的 两句诗歌 他说 三百荡前美灾水 四牛五个灾 一燕春 什么意思 上来一段时间 就丰富了一个 一个 丰富的一个 一片水域了 那么 这个水景非常美 而 诗人们 每一个诗人 每一片土地 每一片水域 都有一批诗人 在那儿生活着 在那儿进行精神文化的生产 所以到最后 我们现在回头看 这个 这一幅书 现在我们来看看 那真的是留给 这些 市政的 名家大主 留给我们今天的一幅 这个 丰富的文化遗产 啊 呃 我们对 这个 外来者 要给予充分的关注 当然 江南文化 由江南人创造 这个前提 没有问题 没有江南本籍人 江南文化是没有根的 但是江南的外籍人 也有重要的贡献 也有重要的贡献 那么 这个当中的话 呃 前面的老师可能讲了 我这儿简单的说明一下 就是中国人口有三次大的 人口迁移 第一次是 永家自乱 那么 北方人口向南迁移 那么 呃 我们搞书法的 这个 这个 王羡资 王羡资 这个 在山英地区 就是从北方 是永家自乱过来的 那个是 呃 这个 两进 两进 两进时期 这个 第二次 人口大迁移 就是 北方人 迁到南方 是 在什么时候 是 安死自乱的时候 安死自乱 发生以后 北方 年年不断的战争 而南方相对的 是属于 比较安定的 所以 都 到南方 第三次 是更大的 一次 人口迁移 那就是 这个 健康之变 宋代的时候 人家讲 宋代是 两宋 本宋和南宋 那么 健康之变造成的 那就是 这是一次 更大规模的 一些 北方的 世家 我们在座的 如果你们的 长辈 家里面 还藏着家谷的话 说不定 家谷上 所写的 你的老家 可能是 这个 黄河 那一代的 这个 河南 山东 河南山西 或者某一个地方的 这个 明家大族 那我就要说一下 真正 战争过来的时候 能 逃避出来的 特别是 靖康之变 能随父 那个父是 相当于随家的 是 跟着皇帝 跟着大臣们 能过来的 都是世家大族 你没有 没有 没有那个地位 没有那个经济力量 皇帝还在扭完 大时候还在扭完 你就在那儿 打仗就打仗 你那儿就 乱就乱就说 那么 这个时候 北方过来的一批 实际上都是世家大族 都是世家大族 好 这是 这三次人口 大迁移 决定了什么 就是中部文化的一个 这个 我在一个文章当中写到 用了这样 就是说 中国文化实际上 原来北方是政变 而 将来是后院 而 正式这三次 人口迁移 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 将来成为中国文化的政变 就是 很多的文人 这个文化精英 文化家族 都集中到 江南地区 而 北方的话 恰恰就是 相对的 在文化上 我说 这个标题 有一点像 现在的那个 吸引眼球的 卫星的那种文章题目 其实不是 就是去年 九月份 九二日报 他们跟我说 给我提了很多的问题 请罗先生回答一下 包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文人 有一路向东的倾向 中国文人文化精英 一路向东 我说 说的准确一点吧 东南 这个东南 是一个 是一个 很重要的点点 实际上 东南地区就是 这个 上海 杭州 苏州 这是典型的东南地区 这是典型的东南地区 这个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呢 过江过江 三四文化 人口全移 实际上都是一个过江问题 过江的路线是什么 过江的路线 最早的 看图 我这是用 镇江是用的 金山寺代替的 这个 全部是用的寺庙 不是说 是 突出宗教文化 而是 只是代表某一个城市 好 这个是 过江首先到 镇江 镇江 那是一个 这个 最好落脚的地方 然后 很多人就 就在镇江 就 重大下来 就长距下来 但是 其中有一部分 或者是 这个 觉得 镇江的 公土 还没有达到自己想象的 那样 那样好 或者是 还有某种精神追求吧 然后 就一路 再向东南 下面 下面一个到哪儿 下面就是 到 长洲 这个是用 金山寺的塔 这个是长洲 是天宁寺的塔 长洲 我在 去年 去法国 去所谓的田野调查 现在 还有一个村 完全 基本上 不是讲的 长洲话 还是讲的 百科文化 甚至 过年的时候的风俗 包括窗帘 上面 贴的那些 这个 呃 棉花 都是 很早时候 北方的那些 风俗带来 是典型的 如果我们搞文化人类学 去研究的话 会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样子 非常好的样子 这实际上也是 这是远古大千一时候过来的 当时 从郑家再移到 这个长洲 到了长洲以后 其实他们 占 占据了一片的地方 在那儿 在那儿生产 在那儿 这个建筑 在那儿 这个生根 发展 过了一段时候以后的话 仍然觉得 长洲还不是风水最好的地方 然后 再向东 再向东来 然后就到了 苏州 到了苏州 到了苏州 到了苏江 实际上 苏江这个词汇 怎么说呢 是一个比较勘范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 太古流域 就是太古流域 最后 长洲实际上 已经是在太古流域 但是不是太古流域 是在太古流域的一角 那么太古流域 真正的众生地方 是在苏州 这一段 苏州这一段 所以 再向东 再向东 所以 最后 我以苏州 普丘 代表苏州 然后 还有一部分 到杭州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 过江过江 一路东南的路线 一路东南的路线 好 这个 他们过江以后 居住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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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康之变 当时朝廷过来的时候 最早也不是在这个 在杭州 也是先到其他的城市 然后才到这个 杭州到里 那么这个朝廷姑且如此 还有两千三千之变的 一般人家的话 这个 从外地到江南 都会有一个 反复变迁的过程 都会有一个 反复变迁的过程 而且 除了一些 原来 或者是对大城市 有一种特别的情节的 一般来说 反而是像 施政这样一个城市 去居住 这可能是施政 特别的安定 我们知道 如果发生战争 如果发生 不管是 是 是 任何的纠葛 包括 精神上 或者是 这个 武力性的 纠葛的话 总是在城市上 最安定的 还是 就是 管底城 乡村 乡村 可能又太冷落了 辅城 可能又太 太 不是太热了 太矛盾了 他们 相比较而言 施政呢 又不冷落 又少矛盾 这个时候 施政就成为一个 安居 乐业的地 所以 常常是 这个 居住在施政 我这个举了一个 安徽 安徽 诸斯家族 这个 这家呢 这家族人外迁 有270多年 一个很大的家族 体带了270多个人 全部都从安徽外迁出来 那么 其中有一族是什么呢 有一族就是 先到丹阳 然后到同乡 丹阳是镇江 丹阳正江 丹阳正江 同乡是浙江 是浙江的家庆 对 那个地方 然后呢 再到 这个最后到平湖 到平湖 这儿呢 就靠近 靠近我们上海这边了 就靠近我们上海这边了 三千 五世 就是五代人 签过三次 实际上 这个 丹阳 从丹阳到同乡 最后到平湖的 这样一个过程 经过三千 是很多很多的 这个 呃 这个外来者的话 常常都有 呃 这样一个过程 我这是举了 呃 很多的例子 说明 外地人 他们在江 到了江南 有一个 江南化的过程 江南化的过程 我本人的江南化 化了四十多年 到现在 还没有化好 没有化好的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化好 就让我 我真的说 说不好说这个话 这个 呃 最终呢 我刚才讲 你是不是 呃 从文化上来看 说是我们的地方呢 那 以语言为特征 恰恰就是我的语言 始终因为在高校工作的原因 那这个 呃 五方言话 到现在 都 都说不好 当然我完全能听懂 一般生活交流 说一点话 也能 勉强说 这个外地人 听了是苏州话 苏州人听了是外地话 所以 干脆就 就就就就别说 哈哈 这个 呃 呃 一般呢 我这儿是说 一般是 这个 要有 三千 甚至 五千了 那真正到最后 这个 定下来以后呢 呃 特别是 这个 孩子们的婚姻啊 也都定下来以后 从此就不再牵了 那往往是什么呢 耳朵里面听说 附近哪儿还有更好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我经济上有一个 再去造一个园林 搞个小株 搞个小栗树 就罢了 就罢了 但是呢真正的居住 就 那个 我原来居住的时候呢 我户口在哪儿 不再变了 不再变了 古代也有户口管理 好 这个 呃 我这儿总计了 这个 呃 外地人上将来流动的四种形式 这个 所谓的流动 呃 一个是 省域之间的流动 这个地方 我举个例子 是 社县就是 黄山脚下的 这个 呃 呃 刘芳家族是 一个很大的文人 这个 呃 家定 家定 四大家之一 李刘芳 李刘芳原来是设限的 后来 到了家定 到了家定以后 住在南乡镇 呃 然后呢 这个 他的一个亲戚成家岁 这个 又把他吸引过来了 这个呢 都是从 这个 呃 外省到 江南 因为这个外省到江南 这个关系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带一个 一个带一个 今天 今天其实也是这样 很多人到江南以后 也是 然后 他安定下来以后 有了一个 安定的住处 有了一个安定的工作 说 哎 上海好 然后再打个电话 哎 你们也到上海来 所以再带一个 再带一个 所以上海人就越来越多 具体度越来越高 就变成一个特大特大层次了 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呢 呃 李刘芳跟陈江岁之间的这个 呃 流动到南乡镇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这是 省 省区之间的流动 啊 第二种是名人西户 呃 现在已经到了微信 这个 我的学生在国外 在美国 当务集的时候 呃 发一个微信 我马上也 也也也也收到他的问候了 还有时候 然后 第一个学生我有时候说一句话 你们在座的也有 也有 也有做 可能做老师 这个也有在大学公众 我们会有一个体会 这个 做做老师 特别是 我们教授做所谓的导师 就像一个 无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哈哈哈 之前学生 当了 当了副教授了 还没有必要 这个 永远有问题 要问你 你永远要对他负责 这个 呃 当了教授了 甚至当了不倒了 这个时候 还有 还有事儿要 这个 我我跟他们说 我是你们永远毕业不了 哈哈哈 我说 我应 我应该是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你们毕业了 我就应该是 就应该 呃 责任完成了 哎呦不行不行 老师还要帮我做这个 还有办法 在 在中国很有意思的 这个 老师帮学生做事儿 还天经地义的 学生找老师办事儿 也天经地义的 嗯 这个是 我觉得当然也可能还是一个好现象 这个在古代就有这个传统 就 追随老师 追随老师 只不过是什么 今天追随老师的话 是通过 这个通讯太发达了以后 它可以远程追随 哈哈哈 我我真不知道 刚刚五季时代的话 现在是这个 这个四季时代 但是五季时代的时候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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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我我我我这个 无线资认公司的那个 每天受到干扰 可能会最多 那 这个过去不行 过去的话 你一定要 呃 要感受到他身上的气息 你这个时候才能 学到他的 那边 这个 学问 才能学到他的精神 这古代一定要在身边 在身边 这个 所以古代的 呃 是书院 规模 其实不大 呃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有一切 这个 我在我们学校做过书院 书院 我们学校 呃 学生考进来 再考一次 我们有一个呃 成年一个书院 我做过几年书院院长 我们要求我老师跟学生 要密切接触 这个 密切接触 实际上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增加这个 修治的机会 就是 让学生跟你有 学生的感受 那么 在精神上 在文化上 在学术上 在这个 呃 各个方面 都能够 呃 给予一种感染 然后给予一种教育 指导教育 那么 这个 这种情况 在古代 那就更加突出了 所以 凡是一个民员 如果住到哪个市镇去 我这儿举的是 这个 呃 呃 夜线 夜线做到了 墓独 然后手的钱他们 呃都在墓独 呃 追随到墓独 这样的情况 我 这个地方 举了一个 这个 呃 呃 人和西唐 朱石家族 出了很多的文化民人 那么 朱石家族在那儿 这个很有名啊 所以 四方人士 都追随到 西唐去 所以 西唐就成为一个 民人具体之地 这个 在古代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普通的现象 就是追随民人 这个追星啊 我们讲今天的追星 其实还真的是没有 没有古代 那那种追星 追的 追的厉害 古人追星 你 我对你崇拜到基顶的时候 你造一个房子 我把一个房子 造在你边上会儿 然后 我天天到你家情况去 哈哈哈 然后就自称是 某某 就是你的弟子 然后就打着你的弟子 就走别天下了 到哪儿 这个是真正的追星 真正的追星 好我们再看吧 呃 呃 呃 刚才是说的 这个 明人西部 第三是 由江南县城向施政流动 那么 县城 什么叫县城 你比如说 这个 呃 于山镇 常俗的于山镇是县城 昆山的御山镇 是县城 那么 这个县城 其实已经比较低层化了 但是他不行 这个古代 他还觉得县城呢 还嫌他城市坏 尽量的在这个往下 所以 呃 特别是什么 还是那个人 一旦发生动乱 战争 这个 都要往偏远的地方走 往偏远的地方走 就是成绩下降 距离这个转移 成绩下降就一定要施政 然后距离转移 你 你远离这个 呃 中心城市的话 这个县府 那当然都是市政法 当然都是市政法 好 这是 从 呃 土县向市 呃 从 土县向县 比如 我刚才讲县城 普县 这个 这个例子很典型的 住一堆家原来是绍兴府的这个呃 呃 避棋坊 就可住在的避棋坊 那么17岁的时候 因为战乱了 所以就警训不断 呃 除了警训 这个警训还有 这个 呃 太湖啊 我们都要看太湖 这个 呃 那个 我们知道经常人说 海上的海盗 太湖当时也有什么盗 那 那这个 要 你要 你要避免避盗子 一般的 其实要盗 这个 大盗 就是盗 不会到这个乡村去 去去去去 那个乡村 他总会大概认为 你乡村的人 没什么财产 好 所以都是在古城住那 大概多一点 所以 这个地方的警训 既有战端 战端的意思 也有一些 呃 这个 盗匪发生的 有意味在里 所以 会经过七次变迁 七次变迁 最后 这个 到梅惠 也就是 刚才我说的梅里 到那个地方 那这个呢 就是 文人贤 府城 贤县城 还有 这个 总有一些 不安定的 还不如到 施政去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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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去 这是又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施政之间 互相运动 这个 在 古代的话 呃 其实 呃 常常 常常因为 这个 江南地方 呃 呃 这个 各个市政都有 亲戚 亲戚关系 这个 亲戚关系 警灭了 他 往往就是 一看到你这个地方好 我在 你这个 亲戚的地方 也在 弄个房子 有个居住地 甚至是 长期居住 最典型的 这个人是有没有想法 顾炎武 顾炎武家在哪儿 我们在做的 在 在签摘 大家知道在签摘 但是 只知道在签摘不行 其实他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是在 这个 呃 呃 呃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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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几次 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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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藏鼠的时候,藏鼠说,我们地方字,你们应该把这个,这个,这个,不原五算成我们,这个,这个藏鼠的,至少说,桥域这个,呃,地方字有桥域这个部分,你们应该把不原五应该写上,但是不原五是吞在了,你把它写到里面藏鼠去,这个我们总觉得是太好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原五是吞在了,那,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我这儿取了一个陈希,陈,陈希树这个, 他是卢须正的,那因为这个,发大水了,这个他本身是个名医,因为卢须发大水,最后就到庆甲住的那个地方去,永远住到庆甲的圣泽去了,这个就是,宁愿他在正与正之间,他也有动,他也有动,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呃,这个,古人的心,有名今天多多了,这个,呃,为什么,呃, 呃,这个就是你懂的了,这个,我们这一代人的亲切特少,这个,呃,呃,我们要,呃,呃,那么,呃,我们下面一代人,下面一代人的话,那更是, 那,就是,都生子女,都生子女,都生子女,的话,你要,你要找,喊个阿姨都是,都是各了一层的阿姨的,那个,喊个舅舅,喊个什么,都是,都是各了一层的,他们,以后他们的孩子要,呃,再去找,找,找,找舅舅再找,都找到了,那都是表舅,都是,都是,都是堂舅的,这个, 那个,但是古人,古人,古人是,这个,这个,生个十个八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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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越多情绪究竟 好,我们再看 第三个问题 刚才讲的是一个 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 还是要思考 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 江南文化 为什么能够发展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人 能够产生 而且能够在精神上 形成 一种特别的精神结构 也形成 特别的文人 聚集的结构,那么这和 江南市政的环境和生态 是有关系的 这个环境有两种环境 一个是自然环境 自然生态环境 那么我讲 和这一片太湖水 关系很大 但现在 因为国家提倡的话,你还讲大游河 讲运河文化 但是老实说 我总觉得江南 之所以发展 跟太湖的关系太危险了 运河当然 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 大一统的帝国 这个,但是 主要是南方 跟北方 巨大的支持 通过运河 把各方面的 财富 运河 使得北方 能够不断来 维持住 而且能够得到发展 这是一个 国家统一的立场来说 运河的作用很大 但是说,区域的 经济文化发展上来说 发展上来说 太湖 对于我们将来文化 是有绝对重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片太湖 那真的没有我们今天的 整个地理的风貌 和文化的形态 新华春 将来 这是 这些图景 都是我们 这个 耳熟能详的 嗯 这是我们所见到的 典型的 江南的 羽像形象 江南的 水边形象 而江南如果是 没有兴华春雨 那真的就不是江南了 如果没有 雨边 这个 雨中 这个 小巷的情景的话 那也不是江南 嗯 第一首诗歌 是白玉的 《真月三日弦行》 这首诗歌 是他在做 苏州 这个刺史的时候写 的 黄蜜香 湖淫浴 与烏雀河头 淫浴香 黄蜜香 跟烏雀河 现在 都 还是 这些地名都还在 都还在 乌区桥 就是 这个 乌区桥 现在是为电器的一个聚集地 黄蜜香 是老中医院的地方 下面两句非常好 典型的 而且 而且桥有多少 有三百九十座桥 这是 讲的唐代 呃 然后去开了半天做团会 那么 街道 和平江图 没有什么 太大的变化 证明了 那个时候的城市的格局 设计的是非常科学的 设计的非常科学的 那么 在平江图上 平江图是宋代的 是一个威客 平江图 平江图上能够 一个桥一个桥的去 数得出桥名的是三百九十座 而是三百 三百多座 不到三百九十 那么 白续的 红蓝三百九十桥 是写十几 而不是虚写 我想 那个 呃 当时 唐宋时候的苏州 就是二三十公里 方圆二三十公里 有三百九十桥 我们就可以见得 这是怎样的一个省项 所以 这个 杜秀文说 进到巫苏界 人家进镇河 古宫贤地少 水港小桥多 这儿 这儿也很有意思 叶斯麦尼偶 我村船载起摩 这个 这个形象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今天买东西 那次街道就在路边 这个街道是在是在路地上 而 这个苏州 或者是 我们苏江里的古代 买东西是在是在河道上来的 你是从窗口 从你家窗口 钓一个篮子下去 你要买什么 他卖什么的时候 船开到你这儿 他会说我卖什么 是卖布了还是卖什么食品了 他会吆喝的 吆喝的 大家都都是熟人 熟人社会 是基于一种信任 互相的交易 基于一种信任 所以很简单 前方上去 都会马上来 就行了 所以村船载起摩 不仅仅是讲说 我们这儿是生产 这个 我们这儿是生产 仇物 而且是很多的交易 就在船上交易 就在船上交易 这两句是 是我心里面非常感动的 所以呢 我是小时候 我孩子小时候 我就叫他背诵 孩子背诵呢 就背出来了 而且就是一直记到今天 他出国 出国留学 我这个今天在 这个上课 来讲读之前 我还跟朱老师说 他跟我孩子 说我孩子是 国外建桥毕业的 所以现在就在 国外工作了 但是 新年有 永远有一种情节 那就是 这个 苏州情节 所以他现在的微信名 就叫 这个 什么 五个字 东西 南北水 这是他的微信 这个 然后 找了一个女婿 也取了一个微信名 你们就能猜到 微信名是什么 哈哈哈哈 我问你们 哈哈哈哈 一点都没错 然后 女婿的微信名 介绍390条 哈哈哈 然后 她生了孩子 叫我起名 我说好 这个 我很容易做这件事情的 而且我觉得这不疼的 没有 是你大学 所以有个老师 你这个 呃 起名你不行 你这个 呃 还交给谁啊 所以 生一个起一个 生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也就两个了 哈哈哈哈 第一个 这个 起的名字叫 这个 女孩 咱们小名叫 南 叫南南 呃 这个 毕竟是在这片 腹地 真的是 对 东西南 白水 三百水 对东南 这样一个地方 呃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所以 说实话 跟在座的讲 我这一次我 住到太湖边上 前面看到太湖 后面 看到湿湖 每一天 自己都觉得在江南 这边水 不仅是风景好 而且 这个对我个人 也用来说 我觉得我是在一个 文学文化现场 对自己精神来说 我觉得是受 这一方 水口的养育 同时受 这一方 这个范师傅 范成达 本身也是一个精神 领袖师 是一种 很崇高的形象 呃 在 在他的诗歌创作 呃 他的 呃 也是 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 我个人觉得 这是 呃 人是有一种 人还是 最具有一种精神性的事情 嗯 好 这个是 呃 这个 呃 违章这一首 这一首词 人人尽是江南好 游人指的江南老 春水 一雨天 花船 听雨年 江南真好 所以他是叫 呃 呃 你们老的不知道江南来住 而天下人都知道江南 可能我们江南也就觉得 哈哈 但是 确实他的这样一个说法 是 对的 人人尽说 呃 江南好 游人指和江南老 就是 游人到江南 老于江南 那是一个非常合适的 非常合适 嗯 嗯 这个 刚才说太湖的重要 太湖 有多大了 光阳三万六千起 七十二分沉浸期间 这个 呃 每一个 这是大太湖 太湖实际上 他的支流 还自认了 呃 很多的河流 很多的河流 那么这些河流 实际上 每一 在 雨溪善 东南之盛 东南的很多地方 实际上 都有一片片水域 这些水域边上 有施政 有人家 那么 这个 呃 周庄 这是 正空就是周庄了 写 呃 张华 一家 就住在城府之冰 老墨 胡书 清流印席 刻字 商用 迷倦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这种生活 我们退学到 呃 各位 我们要很欣赏 啊 住在水边 老墨胡书 那个 这个一个大树下面 然后清流 印席 那就是河水印着 这个席是什么 就是 这个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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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宴不是 不是 不是一般的什么 是宴席 柯字 商有弥倦 这个呃 柯人经常来嘛 我说 呃 都追求大文人 那么来人又怎么样呢 那就是迎送 不倦的迎送 一边喝酒 一边迎送 这就是 那个时候 文人的一种精神 很生活的实际状态 实际状态 实际状态 好 呃 这个时间 呃 静怀 幽黄 发为歌詠 皆能 书写 信息 有身和于三百篇 自温柔 敦厚 知识 这一段他表明 这些三水 不但养育了我们的生命 而且 滋生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来 滋生出一种特殊的江南人文情怀 所以在这儿 江南文人是特别多的 我下面有很多的这个数据来表明这个问题 那么 呃 在江南我们知道 还有一个很显著特殊 那就是园林很多 就是园林很多 我们到将来 这个说 是不是说到 苏州不堪 虎丘是一大汉市 其实 呃 不但是虎丘 呃 呃 朱正元 石子林 牛园 昌浪亭 等等等等 都是 每一处都是家庭 每一处都是家庭 那么 这些 刚才我说的这些 是 朴城当中的园林 其实更多的园林 甚至有很多好的园林 是在施政 这个 我举了 这么一个例子 是 这个园林 是 呃 呃 万年年间 呃 呃 长州府 这个 普里镇的梅花树 呃 梅花树是个园林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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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许志昌造的一个园林 那么 中兴为他写的一个园记 为园林写的园记 说 山无之水皆为园 就是有了水 那么就有园林了 人至于城市说 村须 忘记为园 因为 我们 习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了 我们不知道它是因为 因水而形成园 那么 呃 玄游之园 接水 人细语 亭格 狼藉 忘记为水 呃 我们在 这个园林 都有一个 呃 一个园道 都有花窗 你的注意力 看到了 花窗 注意在脚下的园道 你就没有注意 边上那一片水 那么 他说 呃 水不 远呼 难以告人 一个园林 到底是一个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园呢 还是这片水形成了美好的东茂呢 我们可能是很难理解的 很难理解的 实际上 这是说 水对于造园是有重大的作用 而对于人进入这样一个物质环境 你应该知道水是最重要的 我们讲 有水之灵 实际上我们身上所有的灵气 也许都来自于水 当然 有山 自能显出阳刚之气 也很重要 所以 百方人身上的那种阳刚之气 和我们身上的那种灵慧之气 如果能够富 那是非常好的 但是 我总觉得 灵慧之气 是一种智慧 这种水的智慧 就是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 特别对于我们生长在这一方土地的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应该加以理解和重视 并且很好的保护它 这是我们熟悉经常见到的原因的情景 这是很著名的网诗园 很著名的网诗园 这是著名的一个牛园的情景 好 刚才是说的 这个地理环境 下面讲 人文的环境 我们怎么来看人文的环境 我们说 人文生态 并不能脱离环境的物质性 这个物质环境自然生态是人文生态形成的基础要素 具有本源性可比 但是 人文生态更持续于轮椅 性和价值性 人地统于融合的历史传统 知识生产状态和文化氛围可能更为重要 这一代的文化家族特别多 这个 在很多的市政上都写到说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本镇的临家圣洁为成为我们这个地方的重要的文化资源 重要文化资源 那么这个我们上海的南墙镇 在明代人才会说 成化间在太平桥 这个太平桥本天安桥西建有科蒂法 禁士法 这个万亿年间在云祥寺来建两世方国法 两世方国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世家大族曾经是几代都建于功勋 都有很高的名望 这个我曾经去访问过在太平桥现在 现在这些访不见的 这些访不见的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当然要从明代传下来也不是很容易 这个我在这做了一个知识科研统计 这个统计是说明什么 我们都知道苏州的近视 是苏州江南产近视很多 但是近视是苏州府城产生的吗 不是 我这统计的是这个数字 大家可以 这个里面可以把照片拍上来 这是一个很深入的资料 它说明的是什么 说明的是一个政治 维庭在明代有近视六人 举人二十四人 我们注意一下 一旦成为举人就可以做了 这个做很重要的官 秀才不行 秀才不行 所以有我们说老项果 老项果老项果到最后还是没有用 因为这个仅仅是项果 秀才是不能认官的 但是一旦中的举人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五四中举的话 那你这个 成为举人那就不得了 那就不得了 所以一个阵就有中举 还有更多的 那 这个 呃 呃 维庭在这个维庭在 呃 清代有近视二十三人 那不得了 清代的时候跟明代鼓头发增加的态度了 举人 三十九人 一共 维庭这个证 我们现在 在做的 可能这个名字 就在数字边上 现在是公议员区里 对 公议员区里面 一个维庭在 明清九十二个举人以上的 一个证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市证 南巡 南巡 这个数字是一百零三人 比维庭更多 比维庭更多 那么这个证 双明镇 一百零五人 更多 这个不得了 所以说 我一直讲 文化 其实不一定是在最高层 实际上是在 这个 江南地区的特殊情况是 施政这一集 是文化创造的最重要的层击 文化创造最重要的层击 这个 呃 这个数字更典型了 灵魂镇 一百五十九人 这个清代 这个清代禁士 三十四 许人一百五十九 一共是二百二十人 这还了 这还了 今天我们高考 一个地方 一个镇人 那这个是几年下来 这个有这么多也不得了 那古人 在古代达到这样的状况 那是非常的有勇气 非常的有勇气 这个 呃 福西有一个 淡谷镇 很有名的 淡谷镇的最大的家族 就是化石家族 呃 这个 我们前面有一个副委员长 是化石家族 他的数字访问 然后问数字大学有没有化石家族的 后来我介绍一个教授给他 那天晚上那个教授给他吃晚饭 那是 这个化石家族很了不起 在明清静世齐民路里面 这是 我们之前 我们不是讲的什么些 不是讲的虎权 是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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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大虎权 那么 有三十一个家族 有三十二个人 其中更重要的是 有两个绑年 壮业绑年 炭花 这考试 这个 某一年考试第二名 这个家族 就有两个绑年 这个 花旗方和花一小 后来这个家族 还出现了数学家 他出现数学家 那是其他人 但是 确实是近代 在数学上 可以有很高造力 也是化石家族 我这 我这有两幅图 是 这个 化石艺庄 这个 每一个家族 他要培养自己的后人 都 都要建艺庄 那么建艺庄 实际上 就是 要培养 这个 家族子弟 这是 有一个庞大的教族群 这个 这些家族 这家族 达到了 我这儿用的一个词汇 文人会吹 那么 这些文人会吹 实际上 选择市政 就是要 有意 引读 有意 引读 我们有一个词汇 叫 更不自家 更不自家 我们都以为 根 大概就是下地 劳动 对了 根本就不是 实际上 这个根就是 更多更多 就是隐居的意思 就是隐居在那个 中文人会 有很好的 一个 江南的 水 水箱条件 所以给予他们一种 的山川之气 旁不欲击 而 方位许数 最后一章 有处于寻常财 财 一辈之上有 那么 这个 所有的人 都能够 退而出 成为 杰出的人才 成为杰出的人才 好 我下面提了两个问题 很有意思 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 明清江南的 长枢楼在什么地方 这个 当然我这也说了 就 四家长枢楼 重要的 杭州有 八千卷楼 这个 宁部有 天一阁 湖州有 收州有 市里基 郭云楼 秀允团 等等 都是很大的长枢家 孔城也有 但是 更多的 藏州楼 著名的 藏州家 是在哪儿呢 市镇 市镇 南巡 是 嘉业堂 是很著名的 一个重要的 藏州楼 是在 南巡镇 而 这个 胡适浩古堂 是在 五元镇 那 这儿我举了很多 很多的例子了 祝市的 传金堂 在七堂镇 然后 绍兴有 东府镇的 这个 明野三房 然后 朱维军的 副书亭 然后 这个 都是在 市镇 我们知道 激谷歌 这个名称 在座的 如果 就是不搞学术 也可能对激谷歌版本 是非常多的 宋本 是一个 这个 长熟的大长熟家 这个 茅次家族的一个长熟楼 那么我们知道 从沙家旁到 到长熟 到长熟镇 还要有一大段距离了 现在 高速公路开车还要开 呃 太半个小时 你看看 那个时候走又走多远 呃 很多的重要的版本 是 体型同建里的 体型同建里的 徐氏家族的 到最后 都 给了 这个 给了 北京土地团 呃 是在古里镇 在古里镇 呃 胡小明教授 我和胡老师 两个人 我们都做过高校土地团馆馆长 复旦大学土地团馆百年寡庆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诗歌 然后说 叫我们几个做土地团馆馆的 那我是教授克斯 我是这样克的 新宇江湾半月秋 江湾 复旦大学在江湾 所以新宇江湾半月秋 九州人共最先州 那么 这个是把土地团馆 作为先人所居的地方 嗯 体型同建 清徽造 这个体型同建 就是用的刚才的 体型同建楼的这样一个典故 相继名声十二楼 十二楼 十二楼是一个 先人手具的表 是一个典故 呃 这个是 去年写的一首诗歌 呃 说实话我个人唱书也比较多 江湾人喜欢唱书 这个是 我的 我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呃 是学生到我家的时候 学生到我家的时候 他们 他们 这个 拍的一个 拍的一个照片 拍的一个照片 这个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拍的照片 呃 我想 嗯 嗯 用一万车读书 其实在 江南地区 找一个 长书一万车的 呃 那真的是 还是 还是不少 还是不少 这个 这个 上一个星期的 南方周末 登了我一篇文章 是他们 请我写的一篇文章 就是 呃 对我人生影响 最大的 故作 推荐给 推荐给 呃 大家读 这个 我新办的一个地方 他说 一定要在我 要拍一个我的照片 这个 呃 在我家的 那个 呃 那个书房里面 呃 基本上 情景 没有这么杂乱的 那个时候 这个 在前面那个地方 简直我自己找书都找到 哈哈哈哈 这个 所谓的 作用 书城了 这个 有一点点这个 这个意味 呃 确实就是在 书城里面 这个 也许就是 所谓的 呃 可笑的教授 神父 呵 呃 始终就是 跟书在打家道 好 我们翻过去 这个 刚才讲的一个问题是 藏书楼在什么地方 下面我们讲的一个问题是 博物馆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今天要到博物馆来讲这个课的时候 我特地把这段要加上来说 江南的时候 江南的时候 博物馆也不在 府城 而是最重要的博物馆 江南当时 现在最重要的博物馆在哪儿 在 这个 这个 画王寺画语楼 是在 圣库这个地方 圣库镇上 这个王寺家族是收藏名家的一些古牌 呃 也就是我们博物馆需要的这些东西 收集了从上古到近代 很多很多 多的 多的程度到了什么 不是一代两代 是几代人在收集 在经营这个画语楼 在经营这个画语楼 而且 四方人士 包括金龙 都在他们这个画语楼 一直做多少时间 我下面有一个 这个 这是我前天因为要来讲演 所以我特地 请 吴江的书人跟我说 我说画语楼现在还在不在 说画语楼已经没有了 那我说 椅子有没有 椅子有的 我说拍一点图片 这就是画语楼的椅子 这个地方没看错 我特地把这个照片 认真看了一下 大家如果要去仿救 是吴江 圣则灯人礼六号 就是画语楼所在 那个时候是清代江南最重要的一个伯鬼 一个伯鬼了 我们从这张图还能看到当年盛大的气象 这个这个画语楼当年就是在这个 这个这是他们家的后门 也是在水边 也是在水边 你们看 这个水边啊 这个 我们 我们有一个词会 码头 这个码头有大也小 加冬古这个也叫码头 这个可以洗东西 也可以做商业交易 人家的船到了这儿 也可以在这买卖 就可以在这儿 非常形象 非常形象 这是前天刚刚我请吴江的一些书人 我说把画语楼照片拍过来 我坐我到上海拨过来讲一样 用 好 画语楼是从 常有三代的这个文物 西式珍宝 这个古人就有很多的评价 说有多宝贵 有多宝贵 这是画语楼主人 第一代主人 这是第一代主人 然后有几代人经营 这个收集了上下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一些 这个著名的文物和名碑 这个还有一些脱本 下面的这个地方是说 多少名人 多少名人 我刚才有一个概念 名人西部名人 名人西部文人 而西部的文人 你的名气越大 你所西部的可能是一些重要的文人 哪些人在画语楼待过十多年 这个人是戴汉 他是南京人 上面是南京人 然后 已经做到榜眼 做到汉明四部学试 因为一场科场案 他做毕了 最后打了一百大碗 打了一百大碗 没有杀他 打了一百大碗 打了一百大碗 以后回家去养老化 那么他没回家 就找到他的朋友家 到王家来过了十几年 就是用他 他的榜面有多高的知识 来帮他进行考古 来帮他一起进行文化学术活动 这儿还有一个人大家很熟悉的 金龙 今天这个我在 我请这个 朱老师 我说 有两个人的东西我要看 一个要找金龙的东西 金龙的东西 第二个我要看看 尝试无力的东西 因为我最近还在研究余山文化 始终看到无力的材料 但是呢 其他这个太阳王家太阳王的那些 爱人的画都看过 四王的东西都见过 但是无力的东西我还真没见过 今天这个我来还陈朱老师 引我去看 看到了真品 非常好 金龙那 那是杨朱这个八卦 那非常有名 洪汉 他是前唐人 前路间 这个跟嘉庆的豹凯无仆的 葛诸葛座 同于画鱼楼长达十多年 一个人生命有几十年了 十多年就在画鱼楼这样一个博物馆 他去研究这个那些 他生成的东西 同时又进行俗话创作 又进行俗话创作 啊 这个 呃 他一起来的 他跟他一起来的爆开这些人 我就不一一的介绍了 时间关系好像 我这也应该好 嗯 快点了 小时 还有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交流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这是 刚才说的前面 那个 那个榜眼 这是代号 代号 这个官网就 就 还是在朝廷 就是 这是 金龙 这是金龙 啊 这个 这个表格的 从上到下 都是在他家 十多年 这个古人就得和人啊 今天 我不知道 哪一个 朋友住在你家 住十多年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个 这个 是 我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这个 呃 一个是 是不是有这么多地方 这个 让他住 第二个 是不是有这么多的 这个 呃 经济条件 红堂 的 进行 呃 一个是物质生活 第二个 还有精神创造活动 呢 十多年 可不是一两个月 可不是 但是 古人 真有古心 真有古风 古人之古心古风 有时候 真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 这个 话语楼 几代人 真是不知道 我现在所立的都还些名人 那个 呃 要说说上面这首诗歌 我都能看出 几代人真的是 就是对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幅图是写的 话语楼 非天不露 他们所收藏的东西 和他自己研究过的 基础过的那些博物 有多少 那都是已经汇成一部书了 一部书了 这是这个 这个清他一个诗人写的圣服诸字词说 论书论话 呼论诗 话语欲弦 胜一时 就是话语楼有各方贤士过来 这个居住 这个是一时之盛 文字源兼金时器 文字源就是互相之间创合 和金时器人一起在研究那些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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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掘的各种 金时文物 最后一句 数传 数传 之展 大堪仪 这句话是什么呢 这句话是说 一个人司教大主 覆不过三代 或者是这个 这个最多覆不过五代 他说 数传 数传之展 传几代 恩这个四则 就会断 展是断的意思 他说 其实是很可疑的 这句话是规定的 可信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 呃 乌子上的富贵 我不晓得 这个很难举出一个例子来 富过五代的 古人也规定来举出什么东西 但是金身上富贵的 时代 这个 呃 都是 时代秀才 在将来可以举出很多了 时代人秀才 有几代有 既是 呃 这个家族 或者是举云的 也很多 那么像这样的家族 王氏家族 它是什么 就是 几代人 就少做化油 不求功能 他们没有太多的功能 最多就是秀才而已 但是到了秀才就够了 就够了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毕生 就是来研究 呃 金身文化 那么把金身文化 当然 古人可能 这个 这个王氏家族也是世家大使的 上面 物质基础也很多 你是要从事精神劳动 一定要有物质基础的 但是 你 就是 这个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的话 你愿意从事精神活动 也不简单 一代一代的 就是这样的 传下来 从主辈 然后父辈 然后到孙辈 然后再往下传 几代人 使得这个化油 能够在整个青年 几乎整个青年 延续整个青年 成为将来最大的国家 这是 我们觉得将来 什么叫将来文化 什么叫将来人文贵 脆 脆 是一种精华 脆 又代表 能把它 集中起来 那么 这个地方是一种精华所集中之地 那就是 人还是有一种精神 还是有一种人文追求 所以我讲 这种精神和人文追求 再加上我们有良好的物质地理环境 使得将来 有了一种特殊的文人的结构 文人的结构 有一个特殊的巨大的文人的积聚群体 而这种积聚群体的话 今天我讲的是 主要是 就我的体会 是在市政这个层级 当然 我并不是说 辅罪层级并不重要 只是说 除了辅罪层级之外 或者也除了县城这样的一个城市之外 将来 将来的市政 在明清两代 为我们的经济 为我们的文化 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实一直到 改革康航三十年 其实 我们所谓的苏州博士 将来经济的发展 也就靠乡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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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乡镇是我们永远的一种 现在我们讲要记住乡愁 其实 所谓的乡愁 到真正的是在乡镇这样的水土当中 让我们一起怀念这个江南的乡镇 让我们一起记住那种美名的乡愁 好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 希望评论的 有希望评论的观众 可以举手示意 这个来问 好 我问一下 书中过去古代叫姑苏 为什么用姑这个字 用女字旁这个字 这个 这个实际上是 那个 它有什么讲吗 就姑苏有什么讲 古代是姑旭三吧 姑旭三就是姑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书都有八个门 其中有一个门叫序 序 序的序 实际上也是姑序的序的那个序子 那姑苏的姑的初点实际上 应该是姑序山的这个山里 就是 实际上 这个很多的 后代的 比如这个 城市人的话 都跟地方上的 牛序山 或者牛片树 是有关系的 好 谢谢 好 好 感谢董老师 谢谢大家 今天的讲座 最后到此回事 让我们再次再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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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